这天艺人陈法拉 出席服装品牌的新店节目活动 身穿飘逸红裙的法拉 虽然最近都忙于拍摄新剧 但是也不忘出席宣传活动 偶尔转转外快 不过她很快就要为新剧 到海外进行拍摄的工作了 其实在香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先把香港的戏份先拍完 因为现在时间也比较紧张 我们都很怕 她到时候完不成这边的工作 没有完成就要出去外国拍摄 所以现在挺赶的时间上 我知道我的戏份会在巴黎 还有伦敦还有台湾 三个地方 跟法拉一起拍摄新剧的张志玲 之前接受访问时 就大爆这次到海外 将会拍摄两人的亲热戏份 这天法拉也表现得满期待的哦 他都说出来了 那我也只有承认了 因为其实我们挺想这种这么精彩的场面 到时候观众看电视的时候才看到 但是我也是看到剧本前几天才知道 怎么说呢 我很期待 因为我比较少这种尝试 然后也要让自己壮一壮胆 然后演员嘛 始终是要拍这种戏的 那要看看导演怎么拍 很看那个镜头怎么放 然后角度怎么拍 所以也要自己先做好功课 把剧本收到剧本 剧场演员之前到外地取景时 被拍到有亲密的互动 惹出不少的是非 这天法拉就表示 只会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他的事她控制不了 我的戏份其实在海外的戏份比较多 因为我这个角色本来是一个外国长大的女孩 所以很多戏都是在英国和法国 所以我想我可能没有哪一天能够休息的 但我很想去看一看 就是因为我法国没有去过 所以我很想去看看那里的 museum 就是博物馆 所以希望有一天肯定放半天假 放我出去看看走一走 我其实又觉得我们去这么大的一个制作 去海外这么漂亮的风景的地方 一定会有记者朋友跟我们一起去报道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预料之中了 但是因为我们除了平时拍戏之外 一定会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那我就是很期待去吃饭 因为在法国有很多很好的餐厅 然后很想去跟剧组的所有工作人员去吃饭 但是其他的我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平时会拍什么照片 而且有时候也是很怕 会有一点点好像看图说话的办法 所以就也没有办法了 就是他们希望他们当然能够多一点 报道我们的剧集的拍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